蟹黃 看起來蠻好吃的 主打是它的這個蝦子 都是火蝦 第一次吃蝦子吃到一口沒有辦法吃完所有蝦 嗨我是Alan 那我們現在在佐倫這邊的想麻想辣旗艦店 它一直是我心目中前幾年的這個麻辣火鍋吃到飽 然後它很強的地方是它有那個活跳跳的鮮蝦 另外它的一些蔬菜啊食材啊火鍋料等等都不馬虎喔 我已經整不住了 那就讓我們趕快去吃吃看吧 走吧 這邊剛好是它的秋蟹季 所以還有螃蟹吃到飽 最便宜的是平日午餐468 然後假日全程都是598 那都要加一層的服務費 這邊生意很好 不因為的話基本上是吃不到的 我們先看到這邊有很多活跳跳的這個鮮蝦 那它這邊會把它撈起來以後 用冰鎮的方式放在旁邊讓大家撈 不然它會一直跳來跳去 今天有旭蟹跟一般的螃蟹可以選擇 那它這邊的話我還推進它旁邊這個鱸魚可以吃 它這個鱸魚吃起來也是還蠻嫩的 然後沒有腥味的這樣 旁邊還有一些四目魚柳 鯊魚片等等的排鮮可以選 然後還有一些火鍋料在它旁邊 那這邊的話是拿夾子去夾它這個牌子 然後來換那個鮮切的肉 那我是比較推薦它的雙醬牛肉 那菇菜區有一些相當新鮮的菜類跟菇類 如果是去的話有一些炸物啊 披薩啊 然後壽司 然後壽司 沙拉 跟一些那個 港式的小點啊等等的 讓料這邊的話它還有放那個肉燥飯啊 旁邊那個這個冷藏櫃還有一些特選的火鍋料 像口服魚餃 爆漿牛肉丸跟那個潘洋無盾燈燈 甜點區我覺得比較厲害的有它的那個民果冰淇淋 莫凡筆冰淇淋 還有那個小象冰淇淋 這都是還蠻好吃的三種特別的冰淇淋 特別是小象它是那種義式的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是比較清爽和不甜的這樣 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甜點櫃雖然它不大 但是它都會放一些當季的一些新鮮水果 像前一陣子的話它還有一個草莓這樣 無限食 蠻爽的 那它飲料部分的話也是蠻多元的 啊我是特別喜歡它的那個冷泡茶 奶茶 咖啡跟它的那個氣泡水 肥宅水無限喝當然也是少不了的啊 這個吃起來像蜜豆奶 那我們這邊目前都夾回來了 它這邊的話還有麻辣豆腐啊 鴨血啊跟一些這個腸類的也都蠻好吃的 我們來吃吃看它味道 都很入味 感覺很下飽 然後微微辣辣鹹鹹香香的這樣子 好啊那這個是我們它這邊的一個小菜啊 這個叫XO醬蟹肉包 它就是用一些蟹肉棒跟那個蛋還有一些醬子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味道是怎樣 看起來蠻美味的啦 香香的鮮鹹的 然後有點甜甜的還有一點油蔥的味道這樣 它裡面還有一點這個小的這個蟹肉這樣 真的蟹肉 這一組吃起來味道還不錯 好那這邊是我這裡比較喜歡吃的東西 像那有那個一些蟹啊蝦還有這些海鮮料等等的 我們來先吃它的蛤蟹喔 很新鮮 然後是這個 竹葛 竹葛也是蠻少見的一個食材喔 到中山這樣很好吃耶 它竹葛有點帶沙子沙沙的這樣 我覺得剛剛蛤蟆比較好吃 然後是它的淡菜 吃起來還算肥美喔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適合沾一點醬 就比較好吃 它這邊還有這個鱸魚喔 這個我就很喜歡吃了 它吃起來很嫩 口感很好 很嫩 然後又沒有什麼腥味 它好吃喔 然後火鍋料的話 它這邊有那個口福魚餃 這個也非常的好吃 推薦來這邊一定要吃 它裡面就是有點花花的 Juicy的這樣 然後皮肉很Q 再來是這個 爆漿牛肉丸 吃了會爆漿 它裡面其實還蠻Juicy的這樣 然後 它現在是這個螃蟹劑啊 它現在有兩種螃蟹 有一種是 這種應該是沙蟹啦 然後還有這個蓄蟹 這兩種 這裡面我們看得到 它的這個 沙蟹裡面還是有點花 然後蓄蟹的話 肉也還算蠻厚的喔 我們先吃吃看它蓄蟹的味道喔 它還蠻嫩的 肉蠻多的 可是蓄蟹的那個肉 就是會比較偏水一點這樣 但真的很酸 我們來吃這個螃蟹 這個不能吃的拔骨 這個是它的黃 有沒有 蟹黃 看起來蠻好吃的 好鮮喔 它的蟹型也可以吃啦 可是因為這個比較小隻 可能會比較費時間一點 我們就先吃辣蟹肉 這個是無限吃的喔 它這個 肉的頭感會比這個蓄蟹好 可是蓄蟹比較方便 吃肉也比較多一點 吃起來很鮮美 好吃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它這邊主打是它這個蝦子 都是火箱 然後拿去噴蒸這樣 這種蝦子啊 它一定會很好剝 因為它是比較新鮮的 你看喔 它一扭一掰 它的殼就起來了 有沒有 非常的不費勁這樣 隨便扭個幾下 它的殼就起來了 不會黏住啊幹嘛的 一般我們去吃火鍋啊 它最多了不起 就是用冷醬的蝦子 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 吃到這種鮮活的蝦子 我們來吃吃看 非常的爽脆 不會粉粉的這樣 好吃 那這個是我們的雙醬牛 它看起來不錯啦 以這樣的價位的這個 無限吃到白來講 這個肉質的 油花分布看起來也算不錯 它還蠻大一片的喔 我們來涮它來吃看看 這個我們就涮 麻辣的 這樣差不多就可以了 這樣有點粉紅色的感覺 好 有沒有就是這樣子 稍微嫩嫩的 有點粉粉紅紅的 就可以起來了 我們再沾一點 我們這個特製的 辛香料的這個 醬汁 用生蛋黃啊 跟一些洋蔥啊 蒜頭 醬油等等去拌的這個汁 像壽喜燒一樣這樣 還蠻好咬的 這麼大一片 那還是不會廢水這樣 那我們再吃一片它的原味 這看起來好滿足喔 哇 加麻辣的麵 那味道很好吃 等一下我要瘋狂吃它的 蝦子 蛤蜊 跟它的那個螃蟹 給它吃回本來 GO 好 那我現在要吃蛤蜊囉 那再吃一片的話 它這邊還有這個牛的毛肚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毛肚是什麼味道 看起來應該是很爽脆啦 看起來應該是很爽脆啦 嗯 火不起來 吃起來脆脆的 包麻辣鍋裡面 吃起來還蠻清爽的啦 它很容易吸附這個 它的醬汁湯汁 然後又很爽口脆脆的 然後再來是吃這個 蛤蜊 好鮮喔 好鮮喔 好吃 好鮮喔 好鮮喔 theirs побo 好鮮 拿去掉阿 1.2.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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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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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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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5 1.4 這個小辣頭啊 你也可以跟它 兩大小的它會叫它一條辣 那 它的補充都還蠻新鮮的 所以它的東西非常多 所以它補充最適合 是一間兩塊的食物 像它如果冬天的話 就會有草莓劑啊 像裡面有花菇劑 那這樣就先來吃吃看哦 好